好 育普 今天這個畫面 真的震撼了所有的人 今天其實百分大家覺得 這個蜜蜜蜂報到今天有一點點帶下來了 可是沒有什麼 今天十點鐘 當這個小網紅在開這個記者會的時候 严雅倫竟然出現了 严雅倫出現了 又讓台灣的影劇界炸鍋了 對 其實在這個網紅出來講之前 已經有很多的消息知道說 严雅倫他跟他有一些糾紛 但是严雅倫這邊都沒有回應 直到昨天晚上 這個網紅就在他自己的臉書上面 公布了時間地點 然後那個時間地點是在哪邊 是在萬華的一個商務中心 然後他的樓層是在五樓 好 大家就覺得說他要出來講 他要控訴严雅倫 那十二點準時 攝影機就直播就開始了 拍拍拍 他才講了兩句話而已 他講了他在2017年認識 他直接講严雅倫的一個本名的時候 突然之間我們看直播 因為要工作嘛 看直播 突然發現 因為他是我有三排的 第一排是文字記者 第二排是平面的攝影大哥 第三排才是電子的攝影大哥 突然平面攝影大哥全部站起來了 我那時候心裡想說 不會严雅倫來了吧 因為你的主角正在講話 你看整個一個轉身 然後我們那個角度看過去的時候 整個攝影機就像是擋陣的場子一樣 整個往右轉 然後严雅倫呢 其實他要進來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講的嘛 那是三層耶 那是三層耶 他帶了多少人 帶了六個人 然後呢還有六個工作人員一個保鏢 把他層層 層層撥開之後 严雅倫那時候手還是插在口袋上面 所以有一個人幫他排除路障 旁邊有人幫他擋住一個安全的距離 讓他可以等於說自自然然的進來 對 然後就進來了 進來之後呢 我們一個一個角度來看好了 這就是這個時候是什麼時候呢 是攝影大哥站起來 站起來就擋住了電子的 電子記者的一個鏡頭啦 然後大家就往外看 所以剛剛講的 今天剛剛講的這個小網紅 他其實完全沒有預想到他會過來 當我們看他的眼神 當他一開始來了以後 看到严雅倫 你看他眼睛 就盯著他看 盯著他看以後 你看他的表情 非常的錯愕 錯愕以後 大家看到眼睛非常的錯愕 只會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開始 從頭開始 他眼睛不敢看他看了 他眼睛開始往下了 開始迴避 他不敢再去看严雅倫了 不敢回避看严雅倫之後 严雅倫就進來了 就是剛剛講的 糖尔黃色了排除了障礙 一直走他面前 走他面前幹嘛 他就趴下 開始痛哭了 根本不敢看他 不敢看他以後 今天我根本不敢看你 本來严雅倫還把麥克風拿起來 還曉得 我今天要是對著他 他對著他講話 就直接跟他的鞠躬 鞠躬了以後 剛剛講的 現場人員竟然就對上麥克風 然後你看麥克風擺在這個地方 本來是他要講的 本來他是主角 本來是他舉的記者會的 結果麥克風 跑到严雅倫手上了 對 在現場你誰拿到麥 誰就有主控權 誰就有話語權 在這個商務中心 只有一支麥 一開始是這個網紅 他拿在手上的 然後他進來之後 感覺就是整個 像霸道總裁一樣 轟進來之後 然後還有六個工作人員 加一個保鏢 那這支麥 大家重複去看 一直問說 誰是愛迪達 愛迪達是誰帶來的 為什麼 因為有個穿愛迪達的人 在一陣的混亂裡面 原本這個麥是網紅的 他才是主辦方 這個穿愛迪達的人 就把他給撈走 回頭去看 就是顏雅倫帶來的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過分 他進去之後 把他位置喬好之後 他還用手去包顏雅倫 告訴顏雅倫說 我跟你講 膝位在哪裡 你仔細看 他從後面把顏雅倫 拉到一個膝位 那個膝位是剛剛好 他可以跟他鞠躬 剛剛好媒體記者 可以好好完整的一個取景 鞠躬完之後 他把他手桌上的麥克風 給拿走了 所以是顏雅倫的工作人員 把麥克風交給顏雅倫 我可以看你 那是個筏